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米娜 今天呢带大家在尔湾花果山的Reserve铁门小区 来看一个新盘的样板房 这个盘呢是Tera,我们今天要参观它的户型3号 那么Tera呢目前已经很快就要售完了 还剩几期尾盘啊 那这栋样板房呢也会在3到6个月之内推出,售出 那么也取决于它卖房的速度哈 所以说如果对样板房感兴趣的小伙伴呢 可以提前离近我,我们可以提前上等待名单 进行排队等房 那3号户型呢它是私房4.5为3,221尺 双车库,独栋别墅 接费呢是299块钱每个月 地税呢是1.3 那么这边的学区呢是990的学区 这桌买房的优势呢不仅是占地大,位置好 而且呢它有360度无敌美景 还有很多很多的建商升级 所以说对尔湾花果山感兴趣的小伙伴呢 可以排队等一等这栋样板房 因为这样呢你既买到了景观房,大战地,好学区,铁门社区 安全又买到了名设计师的升级设计 好了现在让我们去参观一下吧 感谢观看 哈喽 我们现在在Tayra的3号户型样板房里面 那这一栋呢是4房4.5位,3200多尺 我会把信息呢放在屏幕上 一进门呢右边就是一个非常开阔的空间 那3号户型的中导台面呢是这一种Quarter圆形状 有一个很漂亮的弧线形 那这个弧线形呢也正对着非常敞亮的院子 再配上一盏很漂亮的吊灯 使整体空间呢都非常的特别 这边呢是可以做一个中厨选项的 并且带有一扇小窗户 平时在这边炒菜呢可以把小窗户打开 样板房的橱柜呢是选用这种浅灰色的 真正在选新房的时候呢 橱柜呀还有包括上面的这一些把手细节什么的 都可以在设计中心进行选择 这边呢是通往车库的入口 这边呢是烤箱微波炉 以及嵌入式的冰箱 这里是3号户型的外观和尺寸 感受一下这个开放式的空间 这栋样板房呢三到六个月就会出售 如果对样板房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联系我我们提前上等待名单 等待样板房的出售 买房子买样板房呢是非常会买的买家会做的事啊 因为首先呢样板房一般都会选在一个地块非常好的位置 它的占地也会很大 通常会有一个漂亮的大院子 然后呢院子都是做好的 并且样板房里面的升级装修是很多的 而且有设计师帮你解决装修的苦恼 不用自己费脑筋做装修 最后还担心成果不尽人意 像这一栋三号户型的它的占地就是超级大的 并且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美景 那这个Tara户型3200尺的尺寸 在Reserve社区里面已经算是非常大的 并且它的学区优良 990的学区 物业费将近300块 可是它是24小时警卫民进社区 并且有非常高级的泳池会锁 当然了自家后院也有泳池 如果您选择样板房的话 再感受一下这个360度的无敌美景 我还很喜欢的一个地方 就是刚才进门 它有一个外门的设置 感觉这一种呢可能更加安静 更加具有隐私性 更加的安全 那这个院子有泳池草地 阳光房玻璃墙壁和无敌美景 可以说把很多人的各种梦想集聚在了一个院子里面 走进来呢也是非常的具有耳弯特色的一个装修风格 很现代 楼梯呢也没有占用太多的空间 那当然了这边也是使用了升级的楼梯把手 墙壁上是包了壁纸的 一楼呢还有一个套房 那在套房门口呢有一个一楼的客用洗手间 这个套房的尺寸还是很大的 摆下了一张queen size的床 空间还绰绰有余 前面呢可以看到外面的前院 前院呢也是可以看到一些山的 那这边配的是淋浴房 这个房间呢有一个衣帽厨 这边呢还有更多的纯粗空间 楼梯呢要满房是采用的地毯 短毛地毯 那转向二楼呢就全部升级为了地板 这一种设置其实是非常实用并且卫生的 这边呢有打好壁柜以及台桌 楼梯右转直走呢就是主卧 一般来说样板房出售呢是不包括家具的 但是却包含了各种各样的装修 通常来说样板房里拆不走的东西 建商都会留给购买样板房的新主人 包括这些嵌入式的柜子 以及烙灯 这间主卧是有双衣帽间的 我个人非常喜欢 男女主人呢可以有自己的空间 来织防衣物和私人物品 主卧呢还是一如既往的开了一个大窗户 可以看到后院无敌的美景 我觉得这个样板房真的可以排队等一下 看看哪个幸运儿能把它拿到 现在看一下主卧的浴室 浴室墙壁呢全部做了瓷砖贴砖的升级 欧式的浴缸旁边有三扇窗户 淋浴房呢也是非常大的 做了全面的升级 男女主人的洗手台 整个浴室的色调是非常干净的 洗手间呢有细心的做贴壁纸 用了暖色的灯光 马桶也是升级的 这个洗衣房的尺寸还是很大的 不仅有水盆水池 里面还有更多的收纳空间 二楼的另外两个房间呢都是套房 这一间呢还带有双开门的小阳台 阳台呢是可以摆一张小椅子 坐在这边看前院的风景的 这是这个房间的洗手间 这一间是衣帽间 这一间是衣帽间 正对面呢就是另外一间次卧 这间次卧呢也是带有自己的洗手间 洗手间大同小异啦 当然自己可以选择装修升级 来达到想要的颜色或者是装修风格 这个房间呢使用的是衣橱 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 今天我们一起参观了这个样板房 三号哈 那目前该小区的12345这几个户型呢 都有很快交房的线房 还有7房可以选择 那么对样板房感兴趣 小伙伴呢也可以提前联系我 我们来排队等房 那么如果你对美国房产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或者是打我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呢 我的联系方式呢也会放在屏幕上 没有任何问题的小伙伴 欢迎随时联系我 我是Mina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呢 就请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感谢收看 拜拜